其实平时出去我已经各种不要吃不要喝了 但那会儿真的是特别热 我说你别给我买贵的 因为我知道贵他肯定不给我买 我说三四块钱的那种饮料 你觉得行吗 三四块钱购买几瓶矿泉水 那个难道不解渴吗 不是矿泉水 当时矿泉水你也没给我买呀 视频中这个超级抠门的男人是小杨 而搭着天连水都喝不上的 则是小杨的女朋友小雨 这件事对小雨的伤害很大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接着小雨还说了男朋友有多扣 小杨的金钱关小雨完全接受不了 那小杨还有多少抠门的事呢 麻烦各位领导们 动动发财的金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加关注 今年必发大财 赚得盆满钵满 家庭幸福安康 而女健康成长 感谢各位领导的支持 忍无可忍了 平时生活里头他就特别抠门小些 各种算解 钱什么钱都不花 什么东西都不买 说明他能攒很多钱啊 但是他那会说的是攒钱为了结婚 但现在今年真谈到结婚了 但是他还是抠门 还是算解 斤斤计较 就因为小杨的斤斤计较 两人就因为买房和装修 每天吵个不停 而小杨侧表示 买房这么大的事 一定要精打细算才行 您是精打细算吗 本来我都看好了一个地儿了 你说五环 我觉得这已经 就挺偏的地儿了 我觉得房价价比还不错 几五环啊 就是北五环那边 小一本打算买房在北五环的 没想到小杨接下来的这一番操作 连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非常诧异 五环那不就相当于市中心吗 那房价那么高 有必要买吗 五环那不是市中心啊 大哥 对他的理论就是五环就等于市中心了 那他看的地方是哪 就到村里了 都出北京市了 好像都到河北了 小宇根本受不了 毕竟这是婚房 但是小宇还是让步了 最终房子买在了北京最边上 靠近河北的地方 没办法呀 那别的地儿他都不同意啊 房子就在一条了 你说装修买家具 他给我整一个二手的 全都是旧的 人家用剩的 你听说就你 可笑的那种事 小宇本想着婚房 已经买到这么远了 装修好一点也没什么 而小杨雀全无家具 竟都买了二手的 总共省下了三毛块钱 这让小宇非常不爽 省下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一辈子结婚不就这么一次吗 你连这会儿都抠门 你以后还 我真不知道 你现在都这样 家具总有用旧的一天吗 而且人家那基本上跟新的一样 咱们用这有什么不好啊 我看人家那个 也挺时尚的嘛 小杨说的也不是没道理 家具迟早都有用旧的一天 可她的回答 根本说服不了小宇 你说你姑姑的家具 你姑姑多大了 老人家选的家具 年轻人怎么用啊 颜色呀款式呀 不都不一样吗 老人家的家具 拿来给婚房用 也难怪小宇 还表现出如此的不满 这换哪个年轻女孩子 心底里也是难以接受的 我跟你说 她一直就忽悠我 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了 她各种给我下套 让我往里跳 很显然小杨刚刚的一番话 显然对小宇 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更是挑起来小宇的情绪 主持人试着 环节小宇的情绪 接着问小宇 究竟小杨平时 怎么个节省法 有没有实际 例子举例一下 现场小杨和小宇 各执几件 两人争吵个不停 接着小宇的一番话 连主持人也忍不住插话 这究竟是说了什么呢 我买过几回星巴克 而且买星巴克 是不是都我自己掏的钱 一个人就买过 那么两回 你有什么好意思 再说点 你们俩谈了三年多恋爱 你买了两回星巴克 真的就两回 而且都是我掏的钱 我觉得一回都不应该买 根本就没有必要 真没想到小宇 花自己的钱 小杨都不让她去消费 觉得小宇 就是虚荣心作怪 接着小宇 再次的一番话 让所有人都哭笑不得 那其中发生了什么呢 小杨的抠门 简直到了极致 大热天女朋友 想喝口水都不让 这也难怪小宇 会一直在诉苦 逛街不带钱包和钱 看得出来小杨 就算陪小宇逛街 也从没想过花钱 都想把钱省着 对于小杨的问题 小宇总结了以下两点 面对小宇的问题 小杨表示自己来参加节目的 带什么钱包 听到这里连主持人都笑喷了 转头问小宇 这三年多以来都是一直被画饼吗 小杨的这一句话 可以说得罪了在场所有人 但是更没想到小杨三年多以来 竟从没有一次带小宇去看过电影 真不知道小宇是怎么忍过来的 很明显看得出小宇是在赌气着说话 其实是非常想小杨带他去一次电影院的 小杨果真三年来一次都没带小宇去看电影 这让主持人都惊恶了 接着主持人问道 那这三年来你有送过礼物给小宇吗 一次礼物都没送过 也难怪小宇会如此的不快乐 每次节日看到别的女孩收礼物 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但小杨确持着反对的态度 表示之前送过一条项链给小宇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看得出来小宇谈起生日收小杨礼物的是 嘴角也是上扬的 心里也非常高兴 然后你先说咱们下楼逛逛逛嘛 边上新开一精品店挺好的 咱们一块去看看 结果我一共挑了就反正几样 都不贵都挺便宜的 几样加起来才200多块钱 我还挺高兴呢 说我过生日还送我礼物 然后要结账了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200多块的礼物 小宇就开心的这样 但是快结账时候 是有什么变故吗 难道小杨反悔了吗 他说你选一样最喜欢的吧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就选一样 一圈礼物一样就够了 小杨的这一番奇葩操作 惹得全场观众捧腹大笑 就连一响严肃的土蕾老师 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接着小宇还说出了小杨 究竟有多么的一毛不拔 对他这样 对我这样也就算了 他对父母也特别的抠 现在逢年国节区 我们家从来都是凉好空空的 其实给家长带礼物 这个钱是不能省的 毕竟这是对长辈的一种尊重 明明小杨说带过礼物 那为什么小宇说他从来没带过呢 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原来小杨不是去买礼物送 而是亲自下厨 这其实还是比较有诚意的 第一回见父母出去吃饭 我们一共四个人 他就找了一个 先不说饭馆多大 确实挺小的 但我忍了 四个人点三个菜 一个肉菜 两个素菜 他说反正少吃点肉 对身体好 当然是这么解释的 这一连串的事情 让小杨感觉到猝不及防 无可厚非 见家长第一次吃饭 四个人只点三个菜 确实怎么说都说不过去 没想到小杨连两块钱都不使得花 这让小宇妈妈感到非常难堪 非常过意不去 其实带家长出去吃饭 还是第一次见面这么重要的事情 那两块钱其实省不省都一样 这是生活中很正常的一件事来的 看到小杨觉得什么都不花 主持人便上去问道 那不能花的呢 比如说你买衣服 为什么非得要 一定要买那么贵的 现在说好看了不就可以了吗 买衣服用你掏钱了吗 每回不都是我掏钱吗 你说我们俩逛街 我说我试着衣服吧 出来人没了 我用你掏钱了吗 你又没有躲成这样啊 看得出来小杨真实是钱财如命 女朋友逛街买衣服 她心底里还是非常担心 要她去付款的 不然也不会躲起来 我当时就是上个厕所 我还说回来以后找你找不着了吗 我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 你接吗 我都到家了 给你打电话 当时我找你找的满头大汗的 我哪有工夫接电话 小杨的这一番解释 显然是苍白无力 女朋友并不相信她 接下来小雨的一番话 让现场观众都非常惊讶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 而且每回出去玩 你知道吗 就给我一百块钱 还说随便花 我就纳闷了 你给我一百块钱 你让我怎么随便花 你给我随便花 小雨的这一番话 连图雷老师都笑成了一朵花 没想到在小杨心中 一百块钱其实是很多的了 而且她觉得我一百块钱还花多了 应该每回都散着 每回都省掉 你本来你希望多钱 比如让你花五十 然后你剩下一次 你再九个 再给你一百那一百五的吗 然后你再多一百五 花二百五的吗 小杨和小雨之间的对话 瞬间让现场升温 连主持人都笑得直不起腰了 小雨和家里人态度也很明确 如果小杨不改正过来的话 别说结婚了 连在一起都不可能了 没想到小杨确持着反对的态度 小杨真的不愧是极品男人 对于其他人小杨不舍得花钱 听到小杨说对自己父母该花就花 这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吗 小雨说出了小杨全部的衣服 都是自己买的 这让小杨很为难 毕竟这把自己的事都报出来了 这么好的儿媳 为什么小杨家里人不喜欢呢 主持人现场给大家播一段 小杨母亲的录音 为什么对小雨有意见 可以看得出来小杨家里的消费观都是一致的 有史之中小雨并没有大花钱 就算花也不是花小杨的钱 小杨母亲的话非常有道理 其实现在年轻一代人 结婚了就应该自己去买车买房 而不是依着父母去啃老 接下来小杨母亲说出的这一番话 让众人都感到非常惊讶 这究竟是说了什么呢 真没想到小杨妈妈这样说 追小杨的女孩子特别多 还有倒贴的 听完小杨母亲的录音 连主持人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小杨一说出这番话 小雨就翻了几回白眼 因为小杨真是自我感觉良好 小杨把大家心里的大实话都说出来了 让得小杨感觉非常难堪 瞬间觉得无地自容 悲感委屈 小杨还表示 现在小雨花钱都是大手大脚的 主持人让她举出让人震惊的例子 果然小杨的消费官和其他人都是不一样的 小雨买一套化妆品护肤 已经是特别震惊的大手大脚了 这在常人眼里再正常不过了 真没想到连主持人都按耐不住了 看来换个人都是无法坚持三年的 不过小杨的优点也特别突出 就是勤俭结晕 小雨说的没错 任何角度来看 只要不涉及到小杨的金钱 其实都是很好的 小杨果然做到了勤俭节约的极致 也就是一毛不拔 接着主持人邀请出嘉宾们点评 张老师看得很透彻 小杨的金钱关比50年代还落后 钱本来就是拿来生活拿来用的 把钱用掉还可以让自己有拼搏 该花的就花 不该花的就不花好了 而现在小杨是该不该花都不花了 如果这样金钱都失去了他的意义了 你要把金钱看明白 金钱是为人服务的 你不能说是你为金钱服务啊 你现在成金钱的奴隶了 我觉得就是我该花的地方 我会给他花的 我只是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 钱本来就是为人服务的 可小杨却百住反对态度 觉得太多时候没必要这样花 在小杨眼中小雨是物质的 其实小雨只想要个正常生活而已 能跟小杨坚持三年多 可以看出小雨是真的一点也不物质 不然扭头就已经就跑了 接着菊伟老师也发表了自己的点评 菊伟老师让小杨先把当下处理好 再去想未来 毕竟小雨还真没提过什么物质的要求 你看着那个存款上的数字 一个零一个零的往上加 你会开心对不对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女友的情绪 她的开心是什么样子 你有没有感觉到 因为她的开心 她的笑容 你开心 而这些呢 仅仅是需要你付出力所能品 在小雨需要的时候 只要给予她所需要的就可以了 比如想和平常人一样看长电影 我觉得我要求一点都不高 真的 菊老师那意思很简单 平常可以不给买矿泉水 偶尔一天上街的时候 买一杯辛巴克 那都乐风了 没错 你得善于管理 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好 偶尔一个 我真的觉得念了你一年好 小雨也是一个懂得基因的人 就上次送了一条40块的项链 都念了三年好了 接下来萧鹏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究竟是什么呢 我特好奇一个问题 如果是换作是女方 你扔100块钱给她 说让你随便花 请问你们俩会怎么 你会 我肯觉得特爽 我期待有那么一天 我又觉得特别乐意 我拿着钱我就不出去了 可以看得出来 小杨还是把金钱放在第一位 从来没想过应该怎么花 而是这样不出来 那就不用花了 从小杨角度来看 给父母送礼是没必要 但是他并没想到这是孝顺问题 接着萧鹏老师提出了致命问题 那究竟你觉得金钱重要还是爱情重要 我觉得这两点根本就没有冲突 我对她的这个爱 我对她的付出的话 都是以我实际行动来说的 但是这个钱 我只是认为 有些没有必要 确实没有必要花的钱 然后这点点滴滴节省下来 这以后就是为了我们这个过日子打基础 小杨觉得自己其实是在节约 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 其实已经节约过头了 接着萧鹏老师继续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一直在想 节约和扑张浪费的分界点在哪 明显他们俩的分界点是不在一个地方的 当聪明过了头就变成了狡猾 当善良过了头变成了软弱 当节约过了头就会变成吝啬 就变成他了 无可厚非小杨现在的行为 就是节约过头了 变成了抠门 所以说如果你们俩真想在一起 要好好地过日子的话 尝试着朝对方的那个分界的点 走起步吧 萧鹏老师的问题确实是小杨应该要考虑的 应该思考清楚所谓的节约临界点在哪 接着图雷老师压轴出场 也说出了自己的一番见解 虚荣一点没错 但不能穷说极欲 节省一点也没错 但不能一毛不拔 抠门和节省是有本质的区别 那么抠门和节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图雷老师这样说 节省很多人是省自己不省别人 虽然过得紧巴紧巴的 但愿意为自己心爱的人掏光最后一个铜板 抠门的人就不一样 不光抠自己还抠别人 图雷老师的话语果然一针见血 小杨现在根本不是节省 而是对他人的一种约束了 一个人你要真正的节省 行用你真实的节省的行动来感染对方 让对方真实的感觉到我老公都这么省 不乱花钱 我怎么能乱花钱 节省确实应该先自己节省 然后再去感染他人 而不是强制要求他人 而不是像你这样强制性的 要求别人不能花这个 不能花那个 我只是觉得我不是不给他吃 不是不给他喝 你没有资格管别人的钱 你还没结婚 对吧 你没有资格限制人家花自己的钱来消费 目前是小杨是管着小语的 连花自己的钱都觉得大手大脚 其实小语也并没花过小杨的钱 人家又没花你的钱 你结了婚之后 你说我要管你的钱 你还得商量 我们商量一下是不是我来管钱 人家还有支配财务的自由 你有什么资格指挥别人 图里老师真是说的太对了 连结婚了都要征求对方意见 何况现在连婚都还没结 就已经各种的要求对方 和自己的金钱观一样 这无疑是不道德行为 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我担心的倒不是你们现在 我担心你这样的人 经不起更大的经济变故 就跟那个赵文山的小品一样 眼睛一闭一整 人活着钱没了 现在在小杨的眼里 除了钱还是钱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真是变成了钱的奴隶了 谁都喜欢节俭的人 但是小杨现在的种种行为 连在场的嘉宾和观众们 都已经觉得不是正常人行为了 图里老师说到这里 小编在想 这更多的不是应该 小宇父母提出不合适吗 为什么变成了小杨母亲 变成不合适了 这话哪个家长都是不希望 自己女儿嫁给这样的男人的 现在很多家庭就像 图里老师说的一样 平时都是上班带娃 偶尔和家里人出去吃一顿 看个电影什么的都是无可厚非 真没必要做到如此的节俭 生活还是需要点乐趣的 把钱当命的人 这辈子过得就会不快乐 而把钱当幸福的人 可能很善于地去运用 所以我希望你跟对方有商有良的 施展你的节省大气 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做主 没有民主化的 好吧 谢谢老师 图里老师最后给出的建议 果然是受益中身 只有把钱当幸福的人 日子才会过得快乐 接着主持人也提出了自己的一点都建议 我看网上有很多年轻人老老传那么一句话 看一个穷人爱不爱你 看他给你花多少钱 看一个富人爱不爱你 看他给你多少时间 主持人对于这一番话的见解 就是在爱的过程中 另外一半是否愿意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拿出来给对方 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的 钱花出去了才是自己的 琴只是价值交换的一种工具而已 永远不花那他就只是一张纸 其实他也有一些问题 只是今天你的光芒太耀眼了 所以掩盖了他的问题 你知道吧 想清楚有些事 适当的改变 要让日子过得快乐 主持人给出了自己最后的建议 就让双方进入真心话环节 小杨还是没把各位导师的话听进去 小杨在真心话环节 也没有把自己的问题去反省一下 而是要求对方 小杨也说出了自己心底里的想法 我也是想跟你好好过 不是才买房说要结婚吗 我真的是因为我岁数也不小了 真的想跟你走下去 可是你现在这个观念 根本就不叫结婚 真的是抠门 我不可能跟你一直就这么凑合着过一辈子 这话哪个女孩都是无法接受的 平时凑合就好了 但是一辈子凑合过日子 连浪漫和惊喜都没有 那真的是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也不比谁差对不对 如果现在你这个观念没有什么改变的话 如果还保持现在这个原状的话 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结婚 小宇态度已经表明 只要小杨不改正 两人就不可能继续走下去了 听到这里小杨才明白 这三年多以来 其实都是小宇一直在迁就自己 但是自己却没有为小宇做出什么改变 其实小宇真的是一个好女孩 她并不物质 她只是想要一个正常的情侣生活 正常的夫妻生活 不说浪费 最起码买杯奶茶 看长电影 她都已经非常开心了 总之我还是希望 咱们能一块继续走下去 我不知道你以后能不能有什么改变 到了最后小杨也没承诺自己做出什么改变 这段感情究竟是否要继续下去 在小宇心里还是没底的 婚姻当中情感当中最可怕的就是价值观不匹配 如果你这么坚持 真的不看好 因为你把钱作为你生命最重要的一个价值了 其他的都变得不再重要了 事前如命的人 注定不会快乐的 因为除了钱其他东西都没有了价值 而偏偏钱是用来等价交换的工作 主持人的这一番话让小杨陷入了沉思 究竟钱在自己的世界里究竟是什么地位 甚至连身边的爱人都要失去了 最后主持人让双方进入房间 那小宇最终是去世流呢 小杨又能否成功挽回小宇呢 我们拭目以待 最终小宇最终小宇还是选择了离开 小杨独自走回到舞台 主持人也给他提出了一切 主持人也给他提出了一切 你要还爱他赶紧追他 说我的存款从今天开始都归你管 做得到 我会顺着做得到 快追去吧 到了最后小编想说一句 钱固然重要 但是是钱如命 甚至不顾身边的人的幸福 是注定不会幸福的 就算钱存到了 而不使用钱的价值 那么他就失去了他本来的价值 最后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呢 可以通过下方评论留言 感谢领导们的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